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1年1月26日 這條樣在新西蘭記者台上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 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印度方面有些事情發生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中印邊境過去那大半年都是非常之緊張 最近過去的周末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印度方面有消息 在過去的周末又發生一次大規模的衝突 印度就說又有解放軍 竟然走過我們的地盤 所以我們只能夠自衛還擊 跟它打過 很偉偉的說 我們打上了20名中國士兵 我們只不過只有4名士兵受輕傷而已 這件事就在當地人道媒體大肆地報導 感到很開心的 就像打勝仗一樣 去到了昨天的時候 環球時報的胡錫進就說 中印邊境在3天前石金發生的衝突呢? 我認為這些新聞是聶造的 這位胡錫進也進一步解釋 為什麼是聶造的呢? 就是解放軍前線的巡來日誌 完全沒有任何記錄 沒有任何毆鬥的記錄之類的 而且在最近幾天 雙方的軍隊高層 也都進行了第九輪的軍長級會談 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是邊境衝突的 至於兩國的前緣小隊 有時會有些摩擦 這個都無可避免的了 但是如果有摩擦的話 也都會在中國那邊的巡邏日誌上 有記錄的 那麼它這樣在這個微博 微信 新浪微博 不好意思 新浪微博那裡 寫了這篇文 另外寫了它的分析 也都將它的分析放了上推特 放了上推特 也都導致 大了 我看它的帳戶 也導致大量的印度的帳戶 推特的帳戶 摩擦它 我覺得這件事好笑 那麼印度那方面會不會造假呢? 我個人認為印度是經常造假的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把事情吹到大一大 尤其是印度媒體把事情吹到大一大 看下去 我相信可以 賣報紙的時候可以多賣兩份 不過這件事也都被蘋果撿到 被毒果禮撿到 撿到也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來報導 就算是一件事 解放軍最少死了20人 最少傷了20人 不是死了 傷了20人 印度武裝部隊只有四個受傷 印度勝利這樣寫 毒果就是這樣 再在這件事 這件事上面 再劃蛇添足 加油添醋 這樣 當一個 兩國經常有軍長級會談的情況下 會不會 不停製造一些不同的事端呢? 招道理應該是不會的 所以我個人就認為這件事 我的意見就和胡錫進一樣 這件事純屬是虛構 老吹 老吹的機會當然是高 印度媒體基本上在這件事上 是絕對信不過的 它從來不會有老實的報導 在石金那裡 現在是石金搞事 石金它根本上每次都是 作些東西來冤枉中國的事 其實每一次都是的 穆迪出來說 我們雖然是有衝突 但是我們就解決了 其實基本上可能根本連衝突都沒有 不過它就要營造一個形象出來 它自己可以控制到大局 就是這個目的就是 其實目的這樣玩火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真是動手的話 它絕對不會夠中國打的 如果真是動手的話 但是當然了 你說大家會不會動手呢? 盡量避免的 盡量保持和平的 但是嘴炮呢 就一定要鬥到底 嘴炮是絕對不能輸 真正的戰爭呢 輸又沒有所謂的 但是嘴炮輸呢 反而是很沒面子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過去印度也都說要送這個疫苗給其它的國家 也都是要指責中國搞這個疫苗外交 所以不輸蝕 我都要送疫苗 誰不知呢 牛津在印度的廠房 誰不知失火 燒毀了 搞到疫苗可能供應 他們還想著要送疫苗給其它國家 例如孟加拉 好了 現在還能不能送呢? 都是成問題的 第二就是 印度是除了 也吹噓他們自己不停的 已經修建了很多公路 去這個中印邊境那裏 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又傳出很多的消息 連他們的軍隊穿衣服又穿不夠 食物又運不足 甚至乎運輸途中中出現不同的意外 很多這樣的消息 不利的消息都時候傳出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更加需要 需要多些這些假新聞去激勵他們自己的部隊的士氣 在現實上呢 有時候吹吹這些牛也需要的 不過這樣吹呢 有些人真的長期相信 那麼問題就很大了 其實印度的問題就是長期吹牛 長期相信了自己吹出來的東西 那麼就長期都沒有進步 就是他吹牛是完全不顧現實的 最離譜的是這一點 是的 說回究竟 因為最初是何時出現這種衝突呢 原來都已經是說2020年5月的時候了 當時就在兩邊的軍隊 在這個加勒曼河谷發生衝突 導致印方那邊有重大的傷亡 中國那邊就沒有公佈 有沒有傷亡 而沒有公佈的原因就解釋就是希望 適是寧人 那一路之後呢 兩邊在當地的局勢 都是一直都很緊張 雖然也都經過很多次 現在已經去到第九輪的軍長級回談了 但是這個對峙的情況也都是沒有改善的 這種對峙我個人始終都是覺得非常無謂的 因為一個在這麼荒蕪的地方 又連村草不生的地方 你差來都不知道為甚麼 有時候我覺得 不過當然這個國家的領土 沒有理由一寸都不能丟實的 在這些地方搞起這樣的衝突 對雙方都是沒有好處的 大家都看到了 過去有很多消息 中國那方面 中國解放軍也都擺了很多的 很多的部署 很多的新型的軍營在那邊 也有調派更多的人擺在那裡 其實就是很浪費資源 我覺得 但是印度又要這樣搞 在這方面 中國就變得很被動了 被動的原因就是因為要防衛 印度隨時 不知道甚麼時候 又搞一次無謂的事情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 對印度本身它自己有很多 國內自己有很多問題 但是就只能夠靠製造這些事端 去轉移一些國內的矛盾 我自己也有跟一些印度的朋友說一說 我都很大膽 跟他們聊一下 究竟現在中國在印度搞成怎樣 我有一些印度的朋友跟我反映 其實大部分印度人都還在用中國手機 對很多的中國製造的應用被刪除 其實很多人都感到不滿的 對中印這個衝突 一般我認識的朋友 我不能代表全部 我認識的朋友 他們每個都覺得都沒有甚麼感覺的 他們大致上都認為這些都是一些打嘴炮 大部分的人都是管理自己的生活的 當然有這樣的衝突都是不好的 他們也都跟我這樣說 對中國的方面都不是太友善的 就是那個態度始終都是害怕的 因為你真的有發生過過去的衝突 大致上大部分人都不會太在意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要生活的 都要理這麼多這些東西 其實就沒有甚麼意義的 不過照這樣的情況看來 就算去到今年我相信 都不會有甚麼改善 因為印度是需要不停製造這些事端 而維持他們國內的穩定 而國內就算到現在 他們關於那個較早前 農民的大規模示威 所以以目前來說已經稍微平息了 但是問題是未能得到真正解決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印度政府的壓力都仍然都在 在這樣的壓力下 就只能夠不停製造更多的問題出來 去轉移他們國內的問題 很多時候國與國之間要打 要鬥爭 並不是因為想搶對方的地盤 很多時候就是想解決自己國內的問題 就是將這種問題出口都是一個方法來的 我認為就是 如果這樣少打少鬧 就是從客觀來看 都算是無所謂的 我覺得 起碼沒有死人 最好有時候這些假新聞出來了 我覺得有時候都挺好笑的 引渡喜歡認得厲害的 就認得厲害了 反正假新聞就沒有壞的 根本都沒有人死過 沒有人傷過 是不是? 但是這個是有問題的 你怎樣都要駁斥它 將事實說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它這樣做 其實就是要營造 其實就是要營造中國不講道理 和挑起時端的印象 它又是一個製造第一印象去抹黑中國的 嗯 所以印度 它這樣做 表面上看起來是無雙大雅 實際上 用心是非常歹毒的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 一定要嚴正駁斥它 絕對是有必要的 那有件事要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那一節 上一節講美國和俄羅斯的問題 要補充一下一件事 就是美國駐俄羅斯的大使館 當時就做了一件事 剛才我就說它只是在Facebook那裡說 我現在嚇實了 就不是只是在Facebook那裡說 它在自己的網站那裡 都將俄羅斯那些人的遊行路線放上去 那它怎麼說呢 其實現在要補充一下 它是呼籲美國公民遠離集會地點 所以它才把路線放上去 哦 那它就解釋得到了 為什麼要把路線放上去呢 是的 就是它這樣解釋的 就是它們是 它們是 就是我現在檢查一下 就是它們是這樣說的 就是之前我們家產做的那一節 就是我都有參與 那一次我們就講了在Facebook那裡公佈 那現在原來我檢查一下就是 它那個大使館的網站都有發佈一個公告 就是叫那些人避開在俄羅斯各地的 示威活動的時間和地點 和那個遊行路線圖 叫美國人不要走過去 嗯 那它解釋到的其實 就是它說這些是僑務服務 不要衝過去 那它這次這樣做呢 就比起香港那個介入更加深度 你看到可能是 有些人當然覺得此地無銀三百兩啦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它是專門的 因為它真的要保護那些國民 還有它有解釋 我也說這些示威那些人是有暴力傾向的 所以才叫那些國民避開而已 我們不支持它的 不是支持這些暴力的示威者 暴力的示威者我們不支持的 其實美國佬是有一個取態 而且是一個很奸狡的取態 還可以退步 還可以退步 你看到美國佬那種操作 和印度佬那種操作都是 其實本質上都是類似的 就是它要營造一個第一印象 就是這個印度它營造的第一印象就是 中國瞞不講理 美國要營造的第一印象就是 好像 不是啊 它要營造的就是我在後面有操控 但是其實實際上可能沒有 假裝有操控 是啊 假裝有它份 就是美國佬搞顏色革命是有的 但是其實我認為美國佬是不敢在 就是中國或者俄羅斯搞顏色革命 沒有這樣的籌碼的 俄羅斯這麼大的地方 而且俄羅斯的情報系統也都不是傻的 就是不是吃齋的 就是要美國可以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觸動得到這麼大型的示威 我個人認為都未必有這樣的力量 情況跟香港一樣 其實他們那些示威一定不是美國都搞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定是有一幫漢奸先搞了 就是香港的情況 先了解了 先看到火燒一下 燒到這麼一刻 咦? 火多好燒得多好 美國才倒些少火水下去 添茶添火 是啊 見你的勢開始有少許走下坡 它就再說我們都支持你們啊 爭取民主自由的這樣 這樣講一講就行 口亂講 口購口賠已經 就是有一幫傻的子會去充的了 那會用不著出錢? 沒錯 你自己的癡狂來而已嘛 所以美國呢 你說真是要去求他們幫忙什麼都好 美國是不會的 有些傻的子真的是相信 以為可以衝進美國領事館 可以得到庇護的 這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我們講過很多次 有些人是有那個美籍的 他進去根本都不會理他 是一腳伸開他 其實美國佬是很聰明的 不會這麼容易被你利用到 他利用你就行 你利用他就面問 基本上 不過有一點的社長有提到 就是關於這個第一印象的問題 美國和印度在搞這個第一印象都是一番兩道的 很多時候中國都是只能夠回應 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 但是這樣被動也不能怪得了 因為長期以來中國都是不想跟任何國家 任何軍事上的衝突的 不會主動的挑釁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只能夠被動的回應 胡錫進也講到 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沒有任何的軍事巡邏日子的記錄 純屬是一件紫虛烏有的事情 就說只有大紀元和獨國 這兩份報紙 看到撿到寶就不停地吹 關於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問題 我們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好 拜拜